阿发是个人妖 却比真女人还前托后翘 再加上她没有做切除加工 上厕所依旧在男侧 这就导致她在舞厅炙手可热 因为男客人既能欺负她 还能被欺负 双重快感 但一般的人妖都活不过40岁 等到30岁左右 身材变形 还会被老板抛弃 为了有人给自己养老 他们通常都会买个孩子 给其做手术变成人妖 继续从事该行业虎口赚钱 阿发的邻居老瓜 就是被淘汰的老人妖 年轻时魏宇成某买了个小瓜 但小瓜自小聪明懂事 让他没狠下心来将其统化 好在小瓜天生胸肌大 屁股大 仍旧成为了舞厅的当红渣子鸡 和阿发的业人量不相上下 可即便如此 他们的收入也低得可怜 因为大头全归老板所有 他们只不过 是富人变得更富的工具 眼看老瓜身体每况愈下 工资连买药钱都不够 小瓜开始在工作的同时 盗窃同事或者客人的财物 这天他偷走了宝洁大妈的手机 一下班就赶去点档 结果偶遇路过的阿发 他吓坏了 生怕阿发告发 直接拿着匕首 威胁阿发不准乱说 其实阿发根本没看见他 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这突如其来的恶意 让他心生怯懦 上班时都尽量避开小瓜 但小瓜那恶狠狠的眼神 一直盯着他 让他愈发害怕 找到跟小发关系好的妙妙 询问小瓜是不是曾坐过牢 或者有啥黑社会背景 妙妙自然是为朋友着想 同样警告阿发 不要多管闲事 一旦说出去 小瓜就完了 阿发当然没这么无聊 让这个的 谁都活得不容易 他只是不想让小瓜 跟个恶狼似的死要他不放 话一说开 妙妙不再咄咄逼人 主动请阿发喝酒聊天 一来二去的 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而误会解除的小瓜 之后也参与其中 在阿发生日这天 带上老瓜和妙妙一起祝福他生日快乐 四人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容灿烂的合照 可快乐总是短暂的 他们依旧要为了生存拼命赚钱 如果遇到了好心的老板 一切好说 但他们的老板偏偏丧心病狂 不仅随意苛扣工资 还放高利贷 要是还不上 老板就会介绍一些最变态的客人 让他们去出卖色相的东西 做一些会留下一辈子烟影的特殊服务 妙妙就终日受女老板这番压榨 她虽然没借贷 但因为是舞厅的前任老板 曾以类似手段对付过舞女出身的女老板 所以女老板一翻身把歌唱 就使劲折磨她 妙妙从未把这段过往告诉过任何人 只要扛不住或者难过了 她就会拿出床顶的麻绳尝试上吊 但每一次都半途而废 她总想着再坚持坚持 万一还能东山再起呢 可她没想到 身为舞厅No.2的头牌阿发 床底也会有麻绳 甚至还制定了一套 天衣无缝的资金计划 而阿发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她每晚都会听到磨刀声 这对姐妹真会玩 双双把麻绳结套在自己脖子上 阿发一使劲 对面的妙妙就瞬间掉起 窒息赶扑面而来 威挤关头 阿发泄力 妙妙反将她掉起 就这样 他们你一下我一下 玩起了生死敲敲板 没过多久 他们就灵魂出窍 坐在一边喝茶畅聊 观看表演 其实两人是真的想死 但谁都没有勇气到最后一步 毕竟活着还有机会改变生活 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阿发在没有遇到妙妙和小瓜 这两个朋友前 曾经定制过一个缜密的资金计划 把麻绳绑在铁窗上 然后绳圈套拨 把一米五的床登到门口 这样她不仅能被吊死 外面的人也没办法进来救她 可结识了妙妙和小瓜 她渐渐放下自杀念头 也不再回想过去那段噩梦 但这一天 再次盗窃客人财物 为父亲换取医药费的小瓜意外暴露 老板为了已经校友 直接把她吊起抽打 逼问她 把客人的手表藏在哪 小瓜死活不说 半条命都没了 还是客人看不下去 决定不再计较 男老板见状 沾沾自喜 因为手表早就被她收入囊中 小瓜完全是因为她的威胁 所以才死活不交代 而被老板压榨的 又岂止她一人 人妙和女郎一样 想要在社会里足是很难的 除了要忍受老板的苛刻 还要接待各种变态的顾客 小瓜重伤后 被女老板视为眼中钉的妙妙 就成了第二个受害者 她被喊到办公室 被迫在小隔间 承受了有着变态癖好的客人的虐待 仅仅一小时 她就被折磨得浑身伤痕 等回到家脱衣检查 她的内裤上已经浸满鲜血 而那不停涌上心头的零碎片段 更是让她痛苦不堪 但一夜过去 她还是要忍着疼痛与恶心去上班 因为她不去 下场会更惨 果不其然 她只是晚到了一会儿 女老板就过来阴阳怪气 问她需不需要到医院缝针 客人伺候的是前面还是后面 喵喵不敢反驳搭话 强忍心中那份不甘欲屈辱 当初要不是她时任不讳 这家舞厅 也轮不到女老板纠占雀巢 但说什么都太迟了 现在最惨的还莫过于小瓜 那场毒打 让她彻底没了生气 必须要做手术 才有可能活下去 但四万块手术费 不管喵喵和阿发怎么凑 都凑不够 于是喵喵决定铤而走险 趁老板下班回家 前进舞厅 偷他们保险柜里的钱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喵喵作为前任老板 从只有她一人知晓的案道 进入舞厅 可当她刚打开保险柜装前 老板夫妻俩就折返回来 好像是忘拿了什么东西 负责放风的阿发没经验 没来得及给她通风报信 她就这么被发现了 不过好在 她提早听了动静 把钱又放了回去 这才避免露馅 可即便如此 女老板还是把她揍了一顿 阿发躲在案道里目睹一切 见妙妙并无大碍 便率先回家 拿起她视为噩梦的菜刀 开始打磨 这个人妖 每晚都会听到磨刀声 可以起身 声音就戛然而止 就这样反反复复 她整日整日睡不着 看到菜刀就害怕 其实她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 她那用菜刀割腕自尽的老婆 产生的幻觉 在没成为人妖之前 阿发还是个流落街头的帅小伙 每天风餐露宿 直到这天 她被好心的阿花带回家 这才有了遮风挡雨的住处 可她并没有因此变得上进 出门赚钱回报阿花 反而在阿花的童话下 染上白粉 变得更加颓废 阿花也是烂好心 就这样都没把阿发赶走 每次还把自己买的面粉分给她 实在没钱了 她就白天在舞厅全职跳舞 晚上在住处楼下站街 赚点快钱 可站街有站街的规矩 她没有给地头蛇交钱 结果刚赚的钱全被抢走 而且被暴打一顿 除此之外 警察还会时不时过来巡逻 这天她正巧被逮住 谎称是在街边等丈夫 阿花这时回到楼下 阿花本以为她会承认自己是丈夫 可结果却大失所望 阿花洋装不认识直接上楼 独留她一人面对 但即便如此 阿花还是没赶她走 甚至还还了她的孩子 但阿花不知道 照旧无所事事 甚至还站在窗边 偷看阿花接客 终于阿花坚持不住了 趁阿花不在抹起菜刀 最后割腕自尽 也许是为了逃避 亦或者想窃身提阿花 所经历的绝望 阿花热彩跑到泰国 成为人妖 但没晚睡觉 磨刀声还是在折磨着她 是让她选择 不断用绳索仕途自尽 直到舞厅结识妙妙和小瓜 他们三人抱团取暖 这种友情 让阿花得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可好景不长 小瓜被老板打成重伤 妙妙也被百般针对 精神崩溃 阿花的美梦终究还是醒了 但这一次 她不再像过去那般怯懦 选择直面噩梦 牵手用那把 给她生出梦魇的菜刀 了却一切 她趁舞厅关门 偷偷从暗道前入 虽然意外发出声响 被老板发现 但她没有恐惧 没有后退 而是在对方开枪瞬间 砍了上去 紧接着脖子脸颊 连砍两刀 亲眼看到对方断气才听手 劝女老板要逃 她追上去就是拦腰一刀 随即疯狂补刀 直至鲜血染红了地面 事后 阿发对着镜子擦拭血迹 此刻的她 就算还是人妖又如何 这份决然 证明了她骨子里 依旧是个男人 有着男人的血性 之后 她从保险箱里 拿出几卷钱 并把老板私藏 妙妙的把柄撕毁 迅速折返回家 到家那一刻 她无比平静 有条不稳地把钱 转移到红色包里 并藏在床下 处理好一切 她走出住处 用公用电话打给妙妙 让她到床下拿钱 去给小花做手术 妙妙感到不妙 刚想询问 结果电话挂断 阿发返回了舞厅 把老板的血 往自己身上抹 然后和阿花一样 用菜刀了结了自己 最后 小瓜痊愈出院 回到舞厅继续跳舞 而妙妙 则重新成为舞厅老板 她每天 背着阿发留下的 瓢虫包 以作纪念 这瓢虫包 原是阿花 留给阿发的遗物 瓢虫代表着 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 而和人家阿发 一样的边缘人们 也不过是想 在黑暗边缘找到光亮 找到生的希望 活得自由 这样 他们就不往人间 走这一遭 但光明对他们而言 终究只是个梦